提早推讀就是你在过程当中 你检查到你有什么不妥的 然后不满意的 我们都有更多的时间去配合 可是你当下你没有跟我表达你的不满 你是选用爆料跟授权给其他人去公审 就真的觉得蛮遗憾的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你在看怎么样折价给我 只要他提出的问题 我都愿意全额赔偿给他 我想先针对食道这件事情来讲 从成珠开始他就跟我说 他有保管一袋很重要的东西 里面包含了他购买那些家具的 可能使用说明书 还有单据我的合约那些 还有钥匙 我都放在同一个袋子里面 我准备好要给他 是我自己粗心大意的关系 我没有注意到 这个袋子底下是有破洞的 所以等到我人到了现场的时候 我才发现 那个袋子底下是有破洞的 在当下的时候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房东 联络他说 我们人已经到了 但是你们没有钥匙 你们要不要先上去 因为我需要 我们现在就是 来的地方比较远 我们折返的时候 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他们要不要先去咖啡厅休息 真的是我自己造成的 然后我也希望去好好休息 我去帮他们结账 地上那一滩绿绿的东西 是洗衣经干掉的痕迹 然后他所谓的口香糖 在地上黑黑的 那不是口香糖 那个是我固定地毯的那个硅图 就是连在四角的那个硅图 就是有黑黑的痕迹 对是我自己没有检查到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你在看怎么样折价给我 没有 那他只要他提出的问题 我都愿意全额赔偿给他 这些都可以从押金去扣 在过程当中 我确实有感觉到 他可能就是也有不高兴的地方 可是他没有讲出来 我只是感觉到他的态度 他是跟我说 那还有什么地方坏掉 你要不要先跟我讲 然后我就跟他说 百叶窗 百叶窗我在拉的时候 那个线 说有被我拉到 比较用力的地方 当下他就是跟我说 那个东西 哦 那个没关系 然后比较大型的家具 电视机毁损 确实是 我在搬家的过程当中 我的家人在搬运 那个原本的电视 因为我自己有换过电视 然后我们在把 原本的电视移回去的过程当中 就是 他就是掉到地上 所以电视就是坏掉了 就是荧幕是坏掉了 这个也是我一去的时候 我就自己先跟他说的 然后我也都说 我愿意造价赔偿 有比较私人使用痕迹的 我都有再重新清洁过 马桶更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 我是找人 在搬家之前 装了一个全新的马桶盖上去 还给他的 我不知道他所谓的尿垢死垢 的这些东西 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去指控的 提早推出就是你在过程当中 你检查到你有什么不妥的 然后不满意的 我们都有更多的时间去配合 去处理 去解决 可是你当下 你没有跟我表达你的不满 然后你是选用爆料 跟授权给其他人去公审 就真的觉得蛮遗憾的 你后续也都联络得到我 因为押金的6万块 也都还在你的那边 可以解决的地方 我都会积极配合解决 然后也希望他保持跟我沟通 我也会联络他 也希望他不要生意